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确在 这个100多年的确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更新状态 这可能是一个更新状态 不可避免出现现象 当然现在我们这些先回来了 我们又开始重新要讨论水墨 水墨还是必须存在的 因为外国人是跨泡水墨 我们不相信一个老外能够写得好安定曲 我们不相信一个老外画上就画得过 皇宫望 富春山居图 现在在年轻一队国画下 开始画得非常非常串通的季度 开始恢复旧体诗词的写作 这一切都表现我们的之前 现在一点一点的重新要回来 所以这是个社会现象 水墨如何定义 讲了半天可能还是没有结果 大家可以放开讨论 但您觉得中国画怎么能够走下去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往西方走 那这个怎么能走下去呢 像现在很多美院 中国画学院都是独立成怨 跟其他的画种分离 然后呢 他的教育性跟其他的绘画 感觉是格格不入一样 如果个人没有任何的这种突破的想法的话 他就会落入进一个圈子里面 还是人物花咬山水 这个问题的回答 怎么说呢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我们先不讨论中国这个水墨化这个状态 我们再问 我们问回华人社会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创新我们的五狮子 因为这个西方对于中国的其中一个概念 就是只要有中国任何地方 就一定有五狮子 五狮子就是一套城市嘛 所以呢 这个如果说作为一个传统的技法 一种传统的方式 水墨化包括书法 其实没什么好创新 创了什么新呢 我有一个比较保守的观点 我对于现代书法 基本上是不太刚好 现代是现代的书什么法 就是抽象就完了 抽象再抽象 用水墨也一样 用水产也一样 用油画也一样 用泥巴也一样 是吧 抽象再抽象 我们讨论是抽象的问题 我们刚才讨论这个材料的问题 是吧 刘国松的艺术也很精彩 但是他其中一个精彩是 他发扬了纸的问题 他自己造纸 把纸撕开 那他后来的话也有问题 因为太像那个打底纸的原料 这是他的问题 但是他就引进中国 在中国导致了抽象水墨 抽象水墨他们也很绝化 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稳固的一个领域 我们搞的是抽象水墨 我不同意抽象 抽象水墨也抽象 好像我们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抽象油画 这是我很困惑的点 我记得这个著名的病人家李小山先生 当年的一个观点 轰动中国艺术界 就是国化危机 马里批老国化 其实李小山 其实李小山是个作家 他写长篇小说 他根本没兴趣当理论家 他的文章也没什么理论成分 就是敢说别人不敢说的 就是点了一些著名的人物 说他们不行了 我们一般人没有点 于是他就出名了 其实大家还没有特别注意到 他后来有些文章 他有没有人谈到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站在传统国化 或者传统学末化 或者领域更狭窄一点 传统山水化的领域 没什么好事创新 他这个古董 古董干嘛要创新呢 我们就欣赏古董就完了 就跟飞翼一样 那些书法国化杀水 其实都是非疑嘛 有什么好创新呢 是吧 我们深入的研究世王 研究董锡昌 研究黄公望 我们在他的笔墨当中 获得一种乐趣 作为一种因素 或许可以做一些现代嫁接 这一种叫个人的创新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 这个曾经的辉煌的存在 我想不通要有这个创新 比如说书法 其实我很喜欢书法 我自己也写这儿 写来可以的 而且我受到我一个好朋友的影响 他这个很著名的艺术家 也是一个美人家 但是大家不知道是他书法写得非常好 当年我看他书法 看着我傻掉了 写得很好 然后他带我去看博物馆 跟我讲书法史 跟我具体介绍 我听着《鸡鸡乐道》 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入门的一个 所受到的教诲 但是 其实他最早的一个观点 我自己的故事 非常的 记忆深刻 他严肃地告诉我 千万不要做书法节目 因为书法对于古人 就是日常的写证 他每天写的 今天我们成了一个艺术创作 他说你不觉得溜脸吗 第一 我们今天每天念念字 和古人日常书写 完全不可同仁而已 不管从训练的量 还是感觉 我们怎么可能有古人那种感受呢 于是我们就不可能显得好古人 今天我们居然还要当书法家 他讲这个话非常有力量 为什么 第一 他书法不得了 没有几个书法好过他的 我这个朋友 第二 又是做传统 艺术研究 而且很有成就 了解传统文化的承袭 传承和状态 所以我非常同意他的东西 记得一听到书法家 我心里边都暗销 这又出了一个书法家 这又出了一个书法家 书法不是艺术 书法是一种梳洗方式 今天你觉得好玩 你写就是 这跟传统三水话一样 你就觉得愿意用皇宫望的办法 继续画黄山画华山 或者我们广州人每次看画画月秀山 也可以 看到白云山 我们就想你皇宫望的福尊山区图 那么我画个白云山区图 也无法 是吧 就像我们的伟大的三水话 叫黄彬虹 跑到香港画狮子山 在广州画月秀山 在大鹏湾画大鹏湾 不过你从他那些数学里干 你看黄彬虹当年画了这些山 你根本看不出这是狮子山 这是月秀山 这是黄山 都是一样的 其实没有意义的 但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信手传统的人 我就无法 然后很有意思 是吧 但是你要一个年轻人 没有这种修养 或者今天整天拿手机 到这拍照的人 强迫他要把白云山看成福尊山 都是圣经典 也没必要 也没必要是吧 干嘛一定要国画 干嘛一定要创新 这个时候我就回到一个 最古老的观点 你愿意或者对这个传统非常有信味 那你就玩这个传统 比如说一个写南亭区写得很好的人 或者要创新 有什么好创新的 我想 所以我的确是这个观点会得到很多人的感觉 我的确觉得现在说法就是一片八千 我就想多点来讨论一下 最近的活动量有点 我都不认为现在说法 有什么让我们精彩的地方 我真的敢不说 用艺术去怀念传统的伟大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不要动不动又想 做一个伟大的创新化 这句话重要 杨老师这句话 好 要看一下观众听完这集 有没有什么强烈的回应 回应一下杨老师的观点 肯定有人很反对的 尤其是对现在说 日本那个景上 对觉得鬼话符 是上周吧 我看到朋友圈发 他那个景上有一灵掩体 哇那个真的灵得非常好 他的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功夫的 就是说其实我对他个人还是很清黑 他是一个的确很想创新 他就是这个困惑 他是个个难 他传统越好 他就越困惑 但是他又信守书法这个领域 其实一个当代艺术家他首先是艺术家 媒介不重要 用什么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你的一个观念 或者你的一个取向 另外一个 我还是对日本的书法表示 敬意是一个我的日本的一个 在日本留学很多年研究书法的一个大权 媒格我说了一句话 他跟我说 日本他有卖字的 日本书法做一个书法家 他怎么能够一个字 几千一万十万 没有这是日本人没有说可以卖字的 我说 就没有 他只有书法家卖字 中国书法家 一个字多少钱 我说那日本书法家靠怎么吃饭 他说日本书法家靠收徒弟 徒弟交学费 他这是受人的 我一想 这个是对的 其实书法是 是大家写来互相欣赏 或者是一种文雅体验 这怎么可以卖字呢 我这个好朋友 他做书法研究是一个大权威 是一个学问很好 他现在也是书法家 他非常高兴地跟我说 我要回中国来 我说为什么 中国人卖字 我说日本人不卖字的 都是不卖字的 摘毁他的书法家 他不能卖字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又对锦商要有几分尊重 他不是卖字的 他真的是想创新 但是 他的可能 我的观点又收到批判 他的可能的悲剧就是 他创新就行了 他是个艺术家 干嘛一定要还要做书法家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创新是个普遍概念 艺术家是个普遍概念 艺术家可以用任何媒介 做领导 愿意做的事情 然后来达成你所以为的创新 这个创新虽然不能定义 但至少 至少要别人所没有吧 或者别人少有吧 或者有点出格吧 所以当代艺术 或者现在主流艺术的 另外一个严重问题就是 当创新成为潮流的时候 它也出现一个竞赛 就是出格竞赛 出格竞赛 出格竞赛 这个创新竞赛 艺术就成为一个花招 那艺术的严肃性 和艺术的所谓的 我们所希望获得的内涵 是否就变浅薄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批判杜上 一个浅薄的家伙 我们小便吃就搬过来了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搬小便吃 它很伟大 不过我们今天再搬小便吃 我觉得它很奇怪 不可能的 所以创新是一个悲人 至少从线上上 是个悲人 其实感情是 espero 在这里 一定会给大家 món 事吗 的